大家好 我是淑雅 那我也很快的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三位 可能還有四位的講者 那我自己是 我現在在經營大學教書 但是我是嘉義人 就是濁水溪南 然後我過去到台中之前 我大概也在台北念書 然後工作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在台中的這幾年 其實也才短短的幾年而已 其實就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那再加上我自己的家鄉 嘉義其實現在 雖然剛剛大家提到很多那個 台灣不同的地方都面對那個房價高漲 然後都不知道是誰在住 或是誰在炒作這個問題 其實嘉義也有類似的狀況 那我們自己也非常驚訝 嘉義這個不太起眼的地方 居然也已經被砍上了 而且不知道是被誰砍上或是哪些人 那他們正在做一些什麼樣子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這是一個結構的或是一個制度上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沒有像剛才 就是沒有像大家一樣 我們去對這個社會的其他朋友 或者是說我們的公部門 去說出我們真正想要的一個家 或是我們真正想要的一個生活環境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他們就會當作我們不存在 或是當作我們這個最單純的想望 其實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記得因為有原住民的朋友 大家以前都會都很愛講說 原住民認為土地是他們的生命這樣 那我猜可能在場很多人 其實也是這樣子在看待自己的家 你的房子或者是你的土地 那過去原住民的老人家 會一直講說 我們的地呢 你在使用的時候是要為 是你可以現在有這個地可以使用 是因為前面期待的人呢 一直顧慮著 他接下來要把這個地交給我們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使用的人 也需要顧慮 以後至少期待的人 他仍然能夠使用同樣這塊土地 那其實我很高興剛才聽到 很多年輕的朋友 說出了自己的那種不安 因為這個世代其實是往前看的 就是越年輕的人 你可能受到現在的政策的影響 可能是會是越劇烈的 那只有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這個問題 那也許我們才有扭轉這個 這種狀況的可能性 那今天我們的主講者 那個第一位 大家很熟悉的那個 詹樹桂律師 那我也要說一下 我是他的粉絲 詹律師他可能很多人 其實你會從不同的那個公共議題 跟社會運動 或者是人跟土地的一些相關的抗爭 或是訴訟案件當中知道他 所以呢有動物保護的人 可能就是非常熟悉他 而且信賴他 做環境議題的人可能也很信賴他 而且很熟悉他 對於土地正義啊 人跟土地環境的這些問題的人 可能也很熟悉他 也很信賴他 然後那個有些可能想要丟鞋子 或想要做什麼的人 可能也會覺得說他是一個 值得信賴的一個律師 因為他對於一個參與社會議題呢 他自己也是那個 就是常常都是站在第一線的人 那詹律師他自己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關於台灣的 這個土地的相關的法制上面的批判 然後不只是批判 就是提出怎麼樣的建設性的意見 然後甚至他試圖要去實現 我們其實現在看到 目前還很糟糕的這個法律的制度 其實他可能沒有像以前 遭的那麼嚴重 或者是說 也許那個關鍵的點還沒有被突破 但是在一些細微的行政的措施 或是在立法的制度的設計上面 其實因為詹順貴律師 以及他的一些夥伴們的努力 其實都已經有很大的一些 我認為是已經是有一些轉變這樣 那如果能夠因為他的行動 然後喚起更多人 像今天一樣我們在場 而且把我們所聽到的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的話 那我相信這種大幅度的改變 其實會比較有可能 所以歡迎大家參加曹運 那那個接下來我們會有兩位 就是齊榮跟子倫 他們是台中都市田調的那個研究員 那他們自己是台中人 然後對於我覺得剛才 因為稍微跟他們聊了一下 他們自己在台灣 在台灣或者是台中的這塊土地上面 用一種最親身的 用他們的眼睛然後他走動 然後甚至用他們的筆 用他們的攝影的鏡頭 去記錄這個地方 去觀察這個地方 甚至為這個地方 為不能夠說話的土地跟房子 去說說他們的想法 或者是為那些能夠說話 但是卻沒有機會去講給別人聽 或是沒有人願意理會那些聲音的人 去說出他們心裡的話 那因為他們兩個又很年輕 我們今天又看到很多更年輕人是他們的粉絲 那所以希望待會他們也可以從一個在地的觀點 他們長期的對於台中的市區發展的一些觀察 能夠提出他們一些看法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也歡迎在場的不論你是不是台中人 我們就把台灣不管是中張頭 擴張到不同的地方 把它當成是一個我們共同的家 然後是我們共同關心的 然後有任何的問題都盡量向他們提問 那待會兒我們進行呢 會先請詹律師跟我們大約20分鐘去說說 這個整個土地重劃 市地重劃的一個制度的簡介 以及他可能會有的一些問題 那接下來就請齊榮跟子倫跟大家分享 他在台中的那個所見所聞 那我就先趕快把時間交給詹律師 請大家用熱烈的 我還沒說完耶 其實我是要說請大家熱烈的跺腳加拍手這樣 謝謝蘇雅的介紹 那當然也很高興看到有這麼多年輕的 尤其一些高中生都會來聽這樣子的議題 這樣就是說這至少讓人家覺得 未來其實還是可以寄以厚望 那因為只有20分鐘其實很難把這個整個 市地重劃講得很清楚啦 那我想就是盡量的摘藥的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其實我是楓元人 那其實我夫 其實我知道也是在台中一直念到台中一中 才到台北去念書 那我祖父那一代呢 他其實曾經是那個電農 後來因為工地放零就分到了四分土地農地 那其實現在也是在那個中科那個西屯區大渡山底下那邊 是屬於被圈到要區斷徵收的那個範圍裡面 但是因為他要一直要不要 就是說要去亂徵收不去亂徵收 就是一樣是那個一個擴大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一直在處理 那但是因為測試的沒有變更沒有被徵收 但我是反對 但是因為財產不在我的名像 我也不能講什麼 但是那個農地的那個其實就可以看到他一坪一坪的一直長上去 那剛剛大家介紹說也有人介紹說他的那個大部分的那個 在台中的時候的生活圈都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是1981年台中一中畢業已經很遙遠了 三十幾年前 那這個地方也曾經是我在高中時代常常會來活動的地方 那其實我在我們在以前活動的地方 其實這一代其實是相當熱鬧的 不管是那個第一市場啊第二市場 可是大家現在再去看看第一市場跟第二市場 即便是現在的週末或者明天週末去 其實相對來講都非常冷清 或許因為尤其我們更年輕的可能比較沒有的比較 那我其實就是說大概每一個月大概都回來一次 那不見得會到這邊來 但是我一年大概至少大概也都會來這裡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看到他逐漸逐漸的沒落 甚至在季光街那邊有一棟什麼大樓 火燒了好久之後啊 本來曾經是繁華的地方 但是現在沒有任何的誘因說要不要去整修或者要改建 為什麼 其實這尤其中正路啊自由路啊季光街啊 他曾經是因為離火車站台中市火車站很近 曾經是台中最緩緩的地方 但是現在為什麼逐漸逐漸的沒落 那個店家一個一個的收起來 當然啊如果比較明顯的看 政府現在的那個關愛的眼神都放到了那個 那個七期到十期的重劃區那邊去了 那但是呢當他那邊表面上政府告訴我們那邊已經 那個七期到十期發展好像不錯 好像不錯 但是他的代價是什麼 其實是這個地方的沒落 我們在看那個在甘城附近那邊 有一個甘城重劃區 已經重劃30年了 他有什麼開發嗎 沒有到現在還在那個草長的可能比人高啊 都還在養蚊子啊 那所以這個就看就看出來說 這樣子的土地重劃或者他的都市規劃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他不是聚焦於因為都市發展裡面的 結果最主要一個因素的人口發展 人口成長的需求 因此我必須要慢慢慢慢的往外擴 其實完全都不是這個原因 我們從這個地方的沒落看 他其實單純只是那個平行的人口 跟商業活動的平行移動 從這個地方搬到那個地方去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 政府常常跟我們講說 我這個重大建設啦 新訂擴大都市也是可以創造就業啊 增加什麼增加GP增加什麼 真的嗎有創造就業嗎 這邊的沒落不要算嗎 他只看到那個正向的 沒落的地方沒有看 那一加一減真的有增加就業 增加什麼其他的GDP 那些要仿岩嗎 這種氣球吹過之後 事後有多少人認真重新回國頭去檢驗 我們現在看到那麼多田野調查的朋友 其實當我們在檢視那些新的重畫的時候 去回國頭也可以看舊的都市地 舊的那個原先的都市中心呢 他是怎麼沒落 要兩個合併來看 也就是說這樣子來看說 他真的是所有的 政府講的不管是稅收啦 就業人口啦 各種GDP什麼 他到底是競爭家 還是只是一個虛的 他只看一邊 負的部分都不去看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要講說市地重畫 這個可以用嗎 好可以 市地重畫 那我們先看 先看最前面兩個字 什麼叫市地 是不是都市土地 應該是可以降低 其實我們如果從他的反應 去平均地權條例來看 大概他的來源 要市地重畫 一個是新的那個市政的開發 新的都市地區 一個是舊的那個市政的那個 要可能要去renew 都可以是用市地重畫 那這個所以我們講的市地重畫 簡單完整來講 就是說都市土地重新規劃整理 大概可以用這樣子來講 好 那既然是一個都市土地的 要重新規劃重新整理 那一個你就要告訴我 這個它的需求是什麼原因 通常它既然是都市土地的話 以台中市來講 因為它很早就是一個省霞市 所以它早就發布了單一的都市計畫 那當然從台中縣合併過來的那一部分 還是點狀的都市計畫 譬如說可能豐原啊太平啊什麼 那有一些比較鄉下的檀子 或者像神鋼啊什麼 有一些部分就是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小圓圈狀的都市計畫 外圍還是很多所謂的非都市土地 像農村啊鄉村農地那一些 那我們現在因為這邊比較集中 是舊有省霞市的台中市 它其實就是一個單一都市計畫 那單一都市計畫裡面 當然它還是會分有 可能有那個住宅區啊商業區啊 其實可能也有工業區啊 那還是有一些農業區 就是現在南屯那邊的那些市地重化的 幾乎都是都市計畫土地裡面的農業區 那在都市計畫裡面的農業區呢 它其實在都市計畫規劃的學理裡面呢 其實它就是未來都市發展的備用地 如果都市發展的需求已經 既有的土地已經不夠的時候 當然它就已經匡到都市計畫範圍裡面的農業區 就可以開始再把它拿出來發展 但是剛剛講過一個前提就是 既有的都市發展的那個已經不足了 所以它需要往外扣才有那個需求 因為它只是一個備用地 本質上它還是一個農業區的土地 但是我們現在看台中市這麼浮爛的這個 市地重化 所有的案子你們回去回過頭 重新把公辦的也好 自辦的也好 那些計畫書 然後加上政府的審核文件資料 你們全部你們可以隨便抽一件 把它抽出來看 你們一定看不到哪一個案子呢 它去告訴我們說台中市的都市發展 或者說南屯區的那個因為人口的發展 已經飽和已經不夠了 所以需要從農業區再去拿備用地來重化 讓它變成住宅區變成商業區 從來都沒有做這樣的審核 那市地重化 最主要的法源 主要是來自於一個很奇怪的法律 叫做平均地權條例 那以前年紀大的人 這裡大部分都很年輕 年紀大以前已經會上過什麼 國父遺教 國想三民主義 那孫中山先生 在憲法裡面有 就說以前 就說要那個 土地要什麼 那個漲價歸公 就說平均地權要漲價歸公 要造價收買等等的 那漲價歸公 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那個 問題 最大的那個 訴求就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增值稅的 徵收 當你土地漲了很多的時候 那漲價呢 它增值稅的稅率以前可以40% 50% 60% 就希望把這些漲價的差價 應該是交由 收到政府的手裡面來去做公共建設 這是漲價歸公的原理 但是其實這個法案呢 大概2005年還2006年 其實已經被修到大幅降到幾乎只有10% 那接下來大概2008年09年的時候 我們又把那個遺產稅 還有那個贈餘稅的那個稅率呢 也是大幅的往下降 以前都累積可以刻到40% 45%到60% 大幅往下降也差不多都是10%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法律修了之後呢 外國的油脂 就是說可能以前我們 不管是台灣的 或者從香港從大陸我們不知道 很多的資金呢 或者以前我們就說台商匯出去的 現在全部回來 可是因為接下來我們它的資本利得非常的便宜嘛 稅付都只有10% 那但是回來之後 台灣最珍貴的是我們講的那個地下人仇 所以它會開始的做什麼一件事情 因為要去做實際的那個產業 開工廠開公司開什麼其他商業不好經營 但是呢進來一個可能是炒股票 一個就是買土地 這是最容易賺錢的 用錢的股票資本利得 所以這樣的錢大量進來之後 房地產其實就是在過去將 還叫做將近10年 其實就這樣子扶搖著之上 你可以重新看這房價的上漲 大概是這過去的那個5到10年 那個上漲的幅度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快 其實就是取決於民進黨時代的 然後再度的把土增稅大幅的調降 接下來國民黨執政 就馬英九執政時代 再度的把遺產稅跟贈餘稅大幅的調降 那結果就開始來炒這樣地比 這是它的背後的脈絡 那我們回過頭來 因為這時間的關係 這個檔案啊 20分鐘剛才很難介紹什麼 但這個檔案之後 我會留下來 那如果他們有網架構好 就是可以放在網頁上 或者有需要的人都可以直接摳過去 沒有關係 你們如果覺得需要看 但是有些東西還是要自己 可能還是要做一些功課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大概比較不重要的 就把它踏過去 原則上它的那個 勢力重劃的目的 剛剛講過了 先建議挺一點 勢力重劃 顧名思義就是都市土地 要來重新規劃 那通常已經是都市土地 它已經都會有一個都市計畫 放在裡面 那有一個都市計畫的架構之下 那理論上你就要去探討 這個都市計畫本身的 過去這樣子的分區的規劃 現在要去變 尤其最大的問題都是從農業 就是都市計畫裡面的農業區 去變更成其他 剛剛講的住宅區商業區 那就是剛剛提到 那原先的都市計畫裡面 預計發展的人口數 到底真的是 就是說人口發展有沒有 預計達到它 預計的人口的成長 到底真的是 已經快要接近飽和了嗎 有需要外擴嗎 這是當然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去看的 那再來就是 當然這是有點跳脫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非都市土地 就是要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就是要辦一個新的都市計畫 在郝伯村當行政院長 有一個函例 就是一律用區段徵收的方式來辦 但是其實那樣的函例其實是有問題 就是有違法的 高度違法的嫌疑 因為在都市計畫法第58條 它也規定說 如果真的有 那個人 因為人口增長的需求 需要新設都市 就是說新增都市土地的時候 開發新市政的時候 它是應該選擇用 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的方法來辦 就是兩個只是二選一 但是後來因為 郝伯村當行政院長下了一個函令之後 幾乎都是優先採用區段徵收 但是這個是在 在我們講本來還是屬於非都市土地的部分 那都市土地這樣這個已經框下來 所以它原則上它的立法目的是說 就是說以這樣子的那個原有 說要去來辦市地重劃 那類型我簡單講分兩個 一個是公辦的 一個是自辦的 但理論上公辦的爭議可能會 就是說理論上 因為它不會像自辦的那個弊端那麼多 但是其實政府在畫過程中 哪邊要畫馬路哪邊要什麼 還有在計算那個那些工程費用各畫面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一些可以做手腳的地方 那但理論上它兩個法案 一個呢政府覺得有需要它主動主動辦理 這個在平均地田條例56條 另外一個呢如果某一個範圍之內的那個 只有土地的地主呢 它的面積人數都過半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請請它優先來辦理 那條一核准它也要優先辦理 那另外一個就是自辦市地重劃 那當然就是有一些獎勵的措施 那這個獎勵 就有一些獎勵措施 那也是一樣人數跟面積都過半之後 經過主管機關的核准之後就會實施 這個大概我們先蓋要的去講 那大概相關的法律的依據大概有這一些 那公辦的部分其實大致上比較簡單 我們用一個流程大概很快的看 政府呢可能先把一個範圍勘選了之後呢 就把它畫出來 那畫出來之後呢它就會公告 它就會要研定跟公告這個計畫書 其實如果是有我們是有地圖 在這個節骨眼 其實通常因為公告呢 登的報紙我們 我們一般的生活方式沒有 不會一天到晚去政府的網頁去看公告 也不會說去特別看報紙 所以常常是不容易在第一時間知道 但是如果剛好你們左鄰右舍 或者剛好就有投資客要來問你的時候 你覺得苗頭不對 是不是我這些土地被私人或被政府向中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開始要上網去搜尋 這還來得及的時候呢 你在有公告階段要徵求意見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趕快表示意見 你同意啊不同意啊什麼任何方式 不要說那現在還早 可能未來會不會成果還不一定 掉以輕心就都不去管 那這個地方有機會其實就 你覺得有什麼樣具體的意見 可能也就要可以去要求要去閱覽 影印這個計畫書回來 好好的去讀 因為攸關的自己家裡的那個土地 家園的那個權利 就好好去看 那如果就會有意見 盡量的用書面提 不要用嘴巴講 講一講他有沒有把你記不知道 盡量的嘴巴講之後 一定要還要在 後退後一定要補提書面 確認他們有把書面收到 好 當然這個都有問題 有一些行政中 我們就要不要跳過去 那如果公告之後 接下來他要做的方式就會開始 已經那個確定要做了 那因為避免額外的增加一些分證 他就會公告呢 可能最長一年半 就禁止土地再過戶啊 再蓋房子啊 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要籌編這個經費啊 開始做一些測量查顧啊 工程規劃及施工啊 然後有一些現況調查 差別補償會這些 那在這些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因為攸關我們的權利 因為這會涉及到 這一些地主的費用負擔的比例 法律規定正常是最高上限 不可以超過45% 這是加總起來 但是沒有規定 一定要都滿45% 如果低一點 理論上地主呢 就會分可以分回多一點 所以這個每一個 都跟自己的權益有關 都可以詳細的要求 閱規要求看 那如果不符 也有一些程序可以處理 那如果沒有接下來 差不多告一段落之後呢 他就開始要重新的 開始要確定的 就劃好了之後呢 可能就會劃定地價 編造各種清測 計算這些負擔及分配的設計 接下來就簽報核定 那核定之後就會公告分配的結果 那會就會知道說 那我們可能會分配到哪裡 當然這裡面還涉及到說 那我們的這些 這個共同負擔的那個比例大概多少 等等的全部都會知道 那接下來就是到最後公告結果 如果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行政處分 最後就會拿到 分回你的土地 可能就會拿到權狀 這個大概是 主要的那個公辦的那個流程 那其實通常他大概都會有一些 有一個公告跟一個座談會啦 但是那個座談會 就是說 我不知道現在實務上呢 是不是有雙掛號通知 如果單純用公告方式 或用平信通知 我們常常都覺得 以為他是一個宣傳 或者廣告信 就直接就把它丟了 其實丟了之後 可能我們一旦不知道 就會上市去表示意見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大家 尤其現在住在一些敏感的地區啊 從我們講說南屯一直到烏日啊 西南 其實我明天早上10點半 我就要去那個 那個 不是敬意大學啦 我就要去那個黎明路那邊啦 那邊其實有非常多的市地重畫 其實我跟孫雄我們都還要弄陣線啦 其實我來台中 大大小小的那個 區段徵收的市地重畫 我大概已經去了三四個地方 有些地方已經重複來好幾次 剛剛講說那個什麼 土地正義的議題都在台北 其實在台北 是因為去台北比較容易見報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的 甚至絕大部分 跟土地正義有關的那種破千的議題 其實都還是在那個桃園以南 當然在北邊那個淡海二旗 那個也都是啦 那有時候不得不到台北去 是因為要爭取媒體的曝光度 而且中央可能比較看得到 不過在地方版的燈 有時候也不同不雅 那大概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地方 我們看了計畫 就是說重畫的計畫書之後 你可以個別表示意義 也可以集體的表示意義 要求要修訂要調整 甚至看要不要 就是說要求的方式有很多種 你要可以 有的人想要交流 有的要退出 然後甚至要那個負擔比例 因為這些都跟自己的那個權益有關 但是一旦是確定了之後 因為他還是採取多數決 你不同意的人 還是可能會被強制的 劃到範圍裡面 所以一定要自己的權力要自己 維護自己爭取 不能靠政府 靠政府就會死路比較快 那當然其他剛剛講過 有一些建物拆遷補償 有沒有獎勵金 自動拆遷有沒有獎勵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從計畫書裡面 相對去看結果 那分配的結果符不符合公平原則 因為原則上式地存化 我們後面會有在介紹 有一個叫做主要以原位次分配 但是常常如果不知道 常常就一樣會 有可能會被呼嚨 這我們後面再講 那當分 就是說分配完之後 其他的利害關係 譬如說你可能有註約 有抵押權 有地上權等等的 可能都會連帶的要都受影響 所以也不要掉以輕輕說 那個是就是說 承租的人 就是說收到那個說 這個地方被劃入那個 市地重劃的時候 這是地主的事跟我 我只是承租他的 承租大家土地來耕作 或者只是有房子在那邊 住店做生意 那跟我沒有關係 沒有告訴 也沒有告訴地主 摸不關 或給的地主你都摸不關心 還是會受到影響 如果市地重劃確定了之後 只要到最後你的租約 不管是耕地的租約 剛講房屋店面的租約 只要被認定說 這會讓原來重劃的目的 不能達成的話 而且是由縣市政府 這樣主管警官來認定 他只要認定說 原有的租約 原有的可能是租約 地上權 抵押權等等 會影響到這個重劃的目的的話 他可以把你 就取消 那後面當然有一些補償的問題 但是這樣子還是對於 這些其他的厲害關鍵 其實群衣上會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也是這樣的人 也要一併的要去注意 不要說 因為不是地主以為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差額地價的清廠 這就剛剛講過的 其實在多庚裡面也有 常常會有類似的問題 因為在市地重劃裡面 每常常會有一個最小分配面積 他可以在這些地方跟你做文章 你原來的土地 還沒有經過重劃 可能每一品的價值可能比較低 當他重劃過之後 把公共設施 跟後面整理得更完善的 尤其是從農地變成建地的 那個每一品的土地的單價 馬上一定會大幅增加 所以你本來可能是 我們假設說 你有一千品的土地 農地 當你現在一千品 等於差不多 不能講一分地 三百品大概一分地 我們就一千品的土地 那當你被重劃之後 再分回來 變成住宅區的時候 你真正能夠分到的 理論上是55 那個55% 但是如果你本 就是說 這是地主上本來就是說 分配就是55% 那如果因為我剛剛舉例是一千品 所以如果他最小開發面積 如果分回來55%是555品的話 他可能大於最小開發面積 那所以你可以按照原位置分配去抽建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 一千品的土地啊 如果今天你的土地只有兩百 兩百一百一百品 那他呢 在那個主要的接口上面呢 他跟你譬如說 我們剛剛那個錦林 現在在台灣大道的旁邊 那個也是剛完成的 那個在那個 黎明路跟那個高速公路下來 那也是剛重劃過的那個土地啊 如果他錦林那個道路 他跟你講說 我的最小開發 最小的開發 這分配面積啊 可以開發面積 他跟你劃定說 每一個單元是兩百坪或是三百坪 那本來只有兩百坪 然後在扣掉了45%之後 你剩下 一百一十坪 你就不 你就沒有辦法 你就不足最 你就是只有最小的 你就不夠 不夠的 不夠最小分配單元呢 有兩個方式 你要增加分配 拿錢來買 那但是他現在的 每一品的單價 可能跟你大幅上調啊 一品不要調八十萬 一品就要調三十萬就好了 你要再買 一百一十坪 但是你現在要差九十坪 一品三十萬 你要馬上再去拿兩千七百萬 你才能可以分到你原來的地方 那如果沒有呢 沒有怎麼辦 那你的一千一百坪 這只能拿錢走人 那他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趨平 其實都根也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表面上呢 我會盡量分給你 但是他可以透過 開發後地價的評定 拉高 然後呢 再把那個最小分配面積 這邊呢去做文章 他就可以讓 你那個沒有辦法 交差價的時候不能移轉 那不能移轉 你付不起罪要怎麼辦呢 要移送強制執行嗎 那連你原來的都會被 就是 一百一十坪 你要求增加分配 他說 好他配給你九十坪 那這九十坪 你繳不起這兩千七百萬呢 他把你移送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之後呢 連你那一百一百一十坪 可能一併又被賣掉 如果沒有 那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就是說 那因為被減配 減配他用錢找補你 減配找補你的時候 你一樣就是 就是又離開了原有的這塊土地 就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好那製辦 市地重劃呢 大概有這樣子的流程 比較特別是在這裡 他會先發起 成立一個籌備會 申請核定了之後呢 就說籌備會先被核准 然後再來就核定他的重劃範圍 徵求同意 這個同意一樣是 人數跟土地過半之後 他就會開始公告 就開始做一些公告啊 跟核定之後 就會有成立一個重劃 那個重劃會 等於這個會員大會 那底下的內容 大致上一樣 我們來看 最重要是在這個地方 成立重劃會 一直到會員大會的部分 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建商為什麼會喜歡用很多人頭 因為呢 第一個要優先主導 成立啊看誰跑得快啊 那個在賽跑的時候 他先他要匡你之後 因為一般人都是有他正常生活 可是當一個建商 他要用人頭進去 他先去買一小塊地 然後分割的很小 讓有七個人去吃 也有可能一個人0.1坪 那所以一坪呢 就有七個人 那有七個地主呢 他就可以先成立 去申請報便一個籌備會 就可以開始去徵求同意 徵求同意 再開始去找其他地主來簽 那所以當他差不多七個過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去計畫他的那個 開始規劃他的那個 重劃的那個範圍 那這樣主導之後 一路過關長這樣 到最後呢 他可以要前面這個階段 他要開重劃會員大會的時候呢 那也不要想說 這時候可能會員大還沒成立 離我們的這個 市地重劃要報核的時候 距離還遠 都不離 其實常常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先掌管這個重劃會 第二個呢 他開始來 就是說成立那個 前面的這個 那個重劃會 重劃會他會 第一個就成立那個 那個 禮監事會的時候呢 他們就是盡量的去 想辦法呢 先同意書 去遊說 就是說啊 因為我們很熱心 我們優先來主導 那種很多環 就希望那些其他部門 就有你同意的人呢 都來選 由這些人 所規劃出來的那個 禮監事 禮監事 那都同意之後 都他拿到之後呢 最大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他離訂的章程裡面呢 就會把 接下來 市地重劃所有的事物呢 都授權理事會 監事會只是監督而已 授權理事會辦理 所以有人很奇怪啊 他一開始要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會員大會 可能正常情況 每一年按照人同好規定 可能每一年 至少要開這 那個會員大會啊 但是呢 為什麼後來我同意書簽了 這個會開門之後呢 接下來 到一直要重劃通過呢 我都沒有再接到任何的 會員大會的開會通知 關鍵在這個地方 他會 在開會的通知 他就是說 他會把所有的 有關這個重劃會 接下來後續的事由呢 全部授權給 理事會 在理路上 或者理事會 監事會的通知 完全授權給他們辦理 所以之後 你頂多只是被動的收到通知 那你的同意書 已經簽出去了 因為 人數跟面積過半數 那個同意書 你一簽出去的時候 那個跟 就像都更那一樣 那個同意幾乎 就是說 在過去呢 幾乎是被法 被那個 政府機關都認為是不能撤回的 那現在後來法院 已經不在忙著看法 就是一一的 我們從都更那邊去挑戰之後 那個 只要他的 原來的 全同意書的那個 計畫書的版本呢 有變更 變更現在法院就認為說 要重新取得同意 不能無限的那個同意 好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最關鍵的 就是說最關鍵 即便剛剛講過 即使我們不想要被劃進去 不能因為我們不想要被劃進去 所以在籌備會跟後來會 我們就都不去出席 比如說 因為我不想參加 所以我都不出席 不行 這樣子反而 我們的權力更可以 更容易會撇葬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大概是比較關鍵的地方 那 其他大概就是說 那個 有一些 可能 另外 另外可以注意的就是說 一個 如果是自辦的那個 私底籌備會 它可能 一樣可能會有 兩個籌備會 就是說可以比賽 但是呢 只要一個 一個 籌備會 爆核的時候呢 它只要一被核定 另外一個就 它的那個再申請的資格 就沒有 因為不可能有 沒辦法兩個籌備 所以 為什麼那個 建商跟 找人頭 去主導說 積極的 它就是要搶快 它先搶到一個籌備會 之後 它就可以掌控 未來的那個 要成立的那個會員大會 那當然 為了要人頭 因為人數跟面積 過半數的時候 人數對它最簡單 就是把 原來的土地 細分 切割 那就可以灌水到 讓人數可以過半 那面積的部分 當然它比較難 但是 因為只是過半 一定它也通常 可以多 一個 用買的 一個是用 就是說去找人家 剛剛講 同意 它可以有一些人 私底下說 我給你好一點的條件 如果大家不行怎麼辦呢 把 比較反對的部分 畫出去 畫到最後 我的 土地同意的面積 可以過半了 那也是可以 那當然這些 萬一不符的話 都有一些行政 都可 還是有一些行政 徵送 或者民事徵送 那這兩個差別在於 如果是由 政府公辦的 私地重劃的話 我們對裡面的一些 政府的決定 不符要走 因為它是政府機關 所以要找 行政徵送的程序 如果是自辦 私地重劃 那一部分 因為它認為是 私有地主之間的法律糾紛 所以要走民事的 那個 訴訟的方式 這個大概目前的那個 法律上的 的那個分類 但是有一個比較 現在還有一個爭議就是說 可是 即便是自辦 私地重劃也要經過 主管機關的核准 核定 那這個核定 到底是什麼 什麼 那個意味 現在行政機關 是認為說 這個只是觀念通知 不可以徵送 但是我們認為這不對的 其實 因為既然是它需要經過 政府公安機關的核定 那這個核定 本身應該就是一個 行政處分 還是可以提行政 徵送 好 那其他的這個 可能 這個大概簡單之下 剛剛其實有例 可能會包含這些 那最多法律規定 不可以超過總面積的 那個45% 大概知道就好 那在分配的部分 大概 就剛剛講 有沒有會為達最小分配面積 等等的 有一些互相找補的問題 這個時間上 問題我把它跳過去 這邊都要提醒大家注意 其實如果 反正我們真的 不信 就被劃進去 或者說要做田椅調查 我們去看就是說 原來一些即便它是不想加入 但是因為是多數覺得被迫加進去的 它分配有一個很大一個原則 就是最有 你要在原位次分配 也就是在原來所面臨的接口 如果我是面臨的 好 以這邊來講 我是列入民族路 跟那個綠川東街 這個地方重化之後 如果剛好是吃這邊的三角湯 那它只要符合它的最小分配單元 分配面積 原位次分配 原因上它可以優先在這一個方塊 來 來選配 這是原位次 但是這一部分 一般可能 就常常 尤其是自辦的重化 它故意在通知要來選配的時候 常常就不小心 就假裝說它有寄通知 但是你收不到 沒有收到 因為你沒有來要求原位次分配 那這個地方沒有人來選 沒有人來選 它就可以 找它很多人頭進去裡面 然後再抽 抽一抽就是它的 因為原位次有優先權的人不在這裡 這個地方也是他們會取巧的地方 就是要特別注意 如果一個人有很多筆土地 每一筆土地只要達到這個 達到這個最小分配面積的話 原則上就每一種土地都個別去按照它原位次來做分配 除了說有好幾筆土地 有的達到最小分配 有的很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或者都沒有達到的情況之下 就是小的往大的去併 把它面積比較小的土地併到比較大的 然後再由大的那個土地去找它的原位次去做分配 這個原則上是要有一個盡量公平起見 就是說你原來的位置就盡量讓你保留在原來的位置底下 但是其實現在一般的那個自辦的市場由建商在主導的 這一部分地主的權益常常都在不知不覺中會被吃掉 這個大概是這裡面可能比較重 那其他的可能因為這個大概都是在那個 那個勢力重劃實施棒 第31條裡面的裡面有一些規定 其他的大概就沒有那麼重要 都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權力救濟裡面從這個公告就可以表示意義 集體不同意 個別評論 然後拆遣補償位的部分其實都可以表示意見 你如果覺得有問題你都可以去查 查完之後你都可以表示意義 然後針對這個重劃土地分配的結果做公告呢 也可以提議也可以提行政訴訟 大概都這些都有好幾個階段 如果我們不服都可以要 都可以有請求救濟的地方 其實這個公辦跟自辦差不多啦 自辦比較不一樣就是那個 這個地方針對重劃會的成立 如果他也是找人頭灌或者沒有通知啊 或者他開會的決議有一些無效 可以針對重劃會本身的會員大會啊 去要求撤銷他的開會 或者確認他的那個召集的程序是違法 或決議的方法違法也有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跟那個公辦重劃 公辦的那個勢力重劃大概是一樣 好其他的部分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都就把他跳過 這個講一上 就是說有些讓你們看著 不用照沒關係 你們要到時候都直接跟他們要那個電子檔 我請他們上網 那時間我可以把它交給下一位好了 大家好 然後這是我的就是基本的簡報 然後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目前在建國市場的 就是我現在專門在搬貨工 因為我現在要寫建國市場 因為明年可能就要拆除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寫一些民主制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住在烏日西南 烏日西南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大家知道現在全台灣的工業區非常多 但是我們在那個地方一直在農田上面蓋工廠 所以這就是我開始後來 因為後來又是認識到就是子倫 然後還有蕭瑤還有劍凱他們 然後所以我們開始進行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原本的農田的地方 然後去進行一些訪問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說 我簡單的一下具觀一下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我們目前在就是區 就是我們現在處在的地方 這邊有歷史因素的違建 例如說好 1970年代台中醫院 現在的台中醫院 原本是一個貧民窟 1970年代到1975年代 拆除的吊腳樓 然後後來吊腳樓這些人 跑到了建國市場 所以導致了審積問題 好到後來目前的台灣 台灣台中的中區這塊土地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違建 例如說好我是在水源地 這是一個歷史因素造成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其實我真的覺得 如果我們長久的發展 發展到台北的階段 到下一個階段 例如說我認為明年的建國市場 可能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樓上 在樓上其實還有非常多的 就是例如說好我沒有身份證 我沒有辦法居住的 那其實這些人在 剛好在法律網之外的人 會發生一些問題 這是我們看到的整個的中區 或者是所謂的救市區 那在新市區的狀況 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產除大量的舊有聚落 然後拉抬房價 然後創造政府稅收 大家知道地方政府的稅收 只有八項 只有八項 那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做地價稅 地價增值稅 這個東西是構成的 目前台中市為什麼 當初要這麼努力的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想要試圖地把地方稅收拉高 那我們在市區之外 整個繞著台中市 一整圈全部都是違建工廠 大家如果住在台中市以外的人 我們應該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因為這些違建工廠 構成了我們台中 目前還會有一些人 儘量繼續的擠在這些空間 這是我們台中的一個現況 這就是早期的吊腳樓 然後這是後來拆除的五尾項 五尾項帶有一篇論文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然後這裡就是重劃區 我簡單講一下一個小小的故事 因為我怕現在時間不夠 因為我希望可以在15分鐘之內結束 所以剛才本來是設定20分鐘 所以前面我會稍微快點解到15分鐘 這本來是一個山河院 這是在一個翻婆莊 這本來是一個山河院 所以在後來的發展過程當中 所有的人開始分配土地之後 他們在兩側開啟了房子 這裡本來是一個大 就是曬古的田 然後這裡是一個山河院 然後接下來慢慢蓋起了房子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階段的狀況 就是他們遇到了勢地重劃 勢地重劃接下來造成的狀況就是 就是大家開始找房子 找不到房子怎麼辦 那他們就只能夠盡量地去租房子買房子 那可是這件事情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 就是我們這輩的人 如果你的朋友其實一定會有 然後你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要開始買房子 但是這個階段的買房子造成了負擔 我們因為重劃 所以我們開始要買房子 我們因為重劃我們開始買房子 這個東西我先跟大家講到這邊 然後這就是 我每天常常都會騎經過環中路 大家有聽過區段徵收的土地可以買嗎 大家我先不要 等一下這些法律概念我等一下再解釋 區段徵收的土地現在可以買賣 市地重劃的土地可以買賣 甚至連未來都市更新的土地都可以買賣 只要把土地變成商品 什麼東西都可以買賣 然後接下來開始非常多 非常吊詭的事情發生 這是在環中路在更遠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 那邊有一個水堆聚落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沒關係 但是那邊就是基本上來講 大家如果到的地方可以看到所有原始的農田 山河院 山河院 古厝 但是這個地方在爭取的是什麼 原本這邊 大家市政府一直堅持要區段徵收 然後接下來 區段徵收被 被內政部打包票 又打退票了 然後接下來 建商在搶什麼 大家建商在搶怎麼樣可以自辦市地重劃 然後所以自救會的人在幹嘛 我們要爭取公辦市地重劃 這就是我們目前台中市遭遇到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簡單看一下 我們目前住在 我們現在的位置都在台中火車站這邊 然後這是整個七期範圍 大家知道以前的城市發展 它沒有容積限制的 七期的房子為什麼可以蓋那麼高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容積獎益到底是怎麼算的 原來是因為沒有限制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其實我在當初大學念 在台灣 在大學念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吊詭 然後 我要跟大家說就是 大家可以簡單的搜尋一下天下雜誌的十甲裡 十甲裡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的十 一甲土地 兩甲土地的那個甲 十甲裡 他簡單的在談一件事情 就是 早期的市地重劃 創造了一件事情 創造了一群屬電線桿的人 什麼意思 因為我沒事做嘛 我家裡很有錢 因為我原本的土地在這個過程當中 創造了利潤 我開始可以屬電線桿 就是 大家如果去到各個農村 各個漁村 然後無聊 你問他說你在幹嘛 他就會跟你說我在屬電線桿 屬電線桿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類學的現象 就是 你會發現真的不知道做什麼的人就會屬電線桿 然後 好 這是 這是目前台中的簡單的 我把所有的市地重劃的圖 的案子把它寫出來 總共 公辦的 這都是公辦的喔 現在公辦的總共有14期 這是台中市 舊台中市 台中市以外有多少 有13期 就大理一期二期三期 然後中港社區一期有第一期工程跟第二期工程 然後中港市政中心 然後重點還有在於說豐原 豐原是全台灣最早進行市地重劃的 台中也是最早進行市地重劃的 那是日本時代的豐原地區 1926年 然後1957還是65 進行第一期市地重劃 我們都是台中都是最早的 因為我們台中是一個虛擬的城市 被建構出來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許多的歷史故事 根據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被報復在裡面 好 因為我這邊時間有點趕 所以 我跟大家講 就是 好 簡單來說 一到十二期 是在2004年之前開始的 然後2004年之後 有一個東西叫解禁 所以開始的公辦 十三、十四 二處的山莊就是在十三期的 第一還是第二宮區 第二宮區 然後 還有所有的自辦 自辦所有的故事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 在我開始跑田野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是非常的荒謬 我看到有一些大地主 為了讓他的八十幾歲的爸爸 可以住在那個地方安老 所以到現在花了三四百萬 還在跟這個重劃公司告 告來告去 就在單元二的地方 然後我簡單講一下 就大家有聽過大譜 大家有聽過大譜吧 大家有聽過王家吧 但是這兩個東西都跟台中關係不太大 因為大譜是進行所謂的區段徵收 王家叫做都市更新 因為我都市更新沒有畫 因為都市更新 目前只有進行在彰化以北的 不 新竹以北的地區 目前就只有在新竹地區 進行過都市更新 再難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南部都還沒有 中部啊高雄這些地方都沒有進行 所以我就簡單講這三個差別 徵收跟市地重畫有什麼不同 剛才詹順貴老 詹順貴律師有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到最後扣掉了所謂的抵架地 抵廢地 抵廢地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有點聽不太懂 但是我這邊現在稍微講慢一點點 因為我剛才為了趕時間 抵架地 就是一般在徵收所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把你的土地 其實我把你的所有權收走了 所以其實 我再重新換回來給你 是我把你的土地變成了 所有的錢之後 我再重新換回原本的土地給你 但是抵廢地 基本上那個廢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進行這個工程過程當中的耗損 例如說好我要重新的鋪管線做道路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的土地所有權是沒有消失的 大家可能有點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說 因為剛才 我在講市地重化一些法律概念 我稍微這邊幫大家補充一下 就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基本上來說 這只是基本上來說 基本上來說 市地重化 的確是 比較 對於所有的地主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在 在烏日 我家住在烏日西南 我們之前有一個區段徵收案 現在有前竹地區的區段徵收案 但是我們在爭取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說我們不要區段徵收 我們要市地重化 因為我們大概就可以換回來 剛才 詹律師在談的55% 這是一般在講的 但是其實因為它透過複雜計算 所以通常都不一定會到 然後區段徵收我通常換回來 是叫做40% 但是這也只是說說的 因為這還要透過土地的價值換算 所以其實你大概都可以簡單用這樣的名詞 來跟他們解釋說55或40 但是其實你都要跟他說 後面有一個複雜的計算 因為它有一個對照表 徵收價格對照表 還有整個複雜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我們 目前台中整體開發地區的狀況 我們在1986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有聽過一個名詞嗎 叫做紅線 紅線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可以回去問你的老一輩的朋友 老一輩的爸爸媽媽 大家一定都有聽過 以前在1986年的時候 規定了一件事情 在紅線以內的 你可以當都市來開發 什麼樣開發都可以 但是在紅線以外的 我禁止你開發 然後為了是做什麼 為了是進 為了是下一個階段 我要來開發 我比較好 來把你的土地收走 所以這個時候發生了兩個 吊詭的事情 如果我是一個投資客 我要不要來這邊投資 我其實會 因為我看的時間比較長 這個時候一瓶三萬塊 可能過20年 真的差不多20年 過20年我可以換回30萬到50萬 我要不要來做 這是一個投資報酬力的計算 對於投資客來說 投資報酬力的計算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對於居住在上面的人來說 我們那時候遭遇到 遇到最多的人 是住在上面的人 但是我沒有所有權 我只是來租房子 但是為什麼會租到這邊 因為房子很破爛 便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貧窮的人看到的是什麼 貧窮人看到的是房子的老舊 投資客看到的是什麼 投資客看到的是下面的利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開始 在1986年進行的這件事情 到2004年的解編 我們開始看到很多大量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發生 所以在2004年開始 這樣的解禁之後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剛才詹律師可能也談到這個東西 叫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辦理市地重劃條例 這件事情就是政府 在做一件事情 我要獲得更大的土地的過程 的利益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促使民間單位加入重劃作業 尤其是在台中為什麼會這麼的猖狂 大家可以去查一個東西 叫做省政府駐都局 省政府駐都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重劃到時候的那些負責人 幾乎都是這個單位 退休的 還有你可以看台中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裡面有一個委員 永遠都是前省政府駐都局局長 從十幾年前開始 一路到現在 這個省政府駐都局的整個工人員體系 成為了他們的人際網路關係 我一起可能住在中興新村 我的鄰居是一個工人員 你未來要投資 我跟你說這樣子可以賺錢 除了黑道之外 除了建商之外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投資客 這個社群的建造 讓台中市開始遭遇到這個困難 因為就變成說 好我開始去投資這些土地 我投資完之後 所以到時候要一半土地 一半人頭的時候 當然也有比較誇張的 例如說好單元十三 十四 單元十二 那個單元十三 還有單元十四 他比較誇張就是 他就是有違法的 這樣子塞人頭 塞太誇張 但是這個人 我們之後再談 但是他的確是 讓我覺得蠻誇張 因為他是一個 剛退休結束 然後就馬上去做這件事情的發起人 好然後我總是要稍微的給拜一下 就是說 對於他比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好這個我不念了 不然講了 感覺更被拜 大家小時候有跟鄰居 跟同輩的鄰居一起玩過的舉手 好不好 有跟同輩的鄰居一起在自己的就是街道上玩過的 或者在田地上玩過的 都有吧 下一輩的你覺得會有嗎 很難對不對 然後在玩的時候有被長輩罵的舉手好不好 好 然後接下來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道路 我們原本玩的那個道路不見了 我要講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我在講的事情是 我們同輩人際之間關係的建立 不僅僅局限於一個校園 而是在這個空間場域裡面 我們彼此建立了連結 第二個我在講的事情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同輩之間 構成了這整個社區跟聚落的人際網路關係 因為我們跟上面的那種 就是你的叔叔 或者是你隔壁的鄰居大伯來罵你 這是一個社群構成的一個基礎概念 第三個我在講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在一個路徑開始產生變化之後 我們所有人際網路因此而消失的過程 這就是David Harvey簡單在講 台中的都市發展的一個簡單過程 所以土地簡單來說有多樣性 第一個就是土地作為糧食的生產工具 台中的稻米的面積有多少 佔全台灣26% 大家可能覺得有點嚇到26%這麼多 對 因為彰化跟雲林地區 有大量是做蔬菜這樣的功用 所以第一是嘉義 第二是台中 但是在這些地方又有大量的違法工程 所以我覺得他們台中市政府 基本上來講不重視這個概念 第二個是叫做生存的空間 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三個 土地作為一個資本積累的載體 這個講起來有點抽象 可是簡單來說 大家就是在這上面算來算去 我有250萬要套房 大家要不要買 我就對年輕一輩的投資客 或許會選擇來投資 因為我不可能去買公寓式的 我不可能買家庭式的 我最近都在看 我覺得250萬有可能 四年前的時候 我朋友在逢甲 十二期那邊蓋了一個 80萬的套房 他買了 現在賣多少你知道嗎 280萬 這是一個非常有高投資報酬力的生意跟行為 好 所以我簡單來說 就是我剛才詹順貝律師有講過了 平均地權條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例 但是在平均地權條例的制定過程裡面 其實我會認為有一些問題 但是在接下來 平均地權條例跟 都市地重化條例之後 這些都結束之後 農地重化其實才開始進行 農地重化讓 目前台灣機械化進行的農地 開始有了跟其他的工業打對抗的可能 但是其實它進行的時間非常的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要特別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之後就想要回家去務農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我們未來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 要打的 但是我會認為說 可能未來就是有很多事情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共同花一些時間 來去談這件事情 然後我這邊有很多事情 我這邊都 正義我簡單說就跳過 就是這個是南屯天主場 他們目前又有一些事情 最近又有新聞 大家可以稍微的去搜尋一下 最近他們 我覺得蠻誇張的 要再多花一些錢 然後交流事件 就是這是一個我覺得最奇怪的 然後我覺得因為沒有時間了 就跳過 然後我簡單這邊 大家看一下字就好了 就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影響比較深刻 就是我那時候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對我來說這件事情影響蠻大的 就有點像是大普事件 當初把道都還沒有收 然後就把它倒掉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 然後大部分 大家剛才看到詹律師在談 要怎麼做重劃上的法律權益的爭取 但是我們大部分看到的狀況 能夠保留下來的 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條咖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大家要說 我平常可以看到多大的 多大的就是說 好我會去關心 我的所有的行政程序到哪裡 其實我真的覺得對我來說我也不會 因為我真的沒有那麼懂 對於很多要創業 或者是未來想要繼續生存的人 其實這件事情 要歧視關於這些法律的程序 其實真的要花一些心力 而且它的法律條文真的沒有那麼好讀 它的法律條文又非常的複雜 然後 然後我這邊稍微再簡單講一下數據 因為我想說今天要談高房價 但是房價我大概先不談 就是我大概先講其他數據 第一個叫做房價所得比 大家可能最近都有聽過 因為我們有一個數據創世界第一 就是我們的房價所得比創世界第一 這是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 大概最高的時候到10 10的意思我簡單講一下房價所得比 上一頁有講了 就是我我們這個家庭 好我有兩個我父母在家我跟我妹 四個人一年平均可以賺多少錢 賺的這些錢要幾年都把它全部存下來 我才可以做投資買一棟房子 例如說好五年平均家庭是年收入是80萬 那五年的話就是400萬 我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但是我簡單這樣換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好像不太是五年齁 所以差不多要花新北市大概花10年 然後這個高雄市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幾個數據都有一些怪獻 然後這是我們創下全世界第一的一個台北市的數據 但是這是台中市的 但是有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我有點搞不太懂 然後我的確也找不到一些數據佐證 就是說我們後來進行了縣市合併吧 但是我們的這個過程當中 竟然沒有什麼變動 就是我太懂這個房價所得比到底是怎麼計算的 這是我的確找不到資料 我要跟大家承認 就是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房價所得比太高了 所以我們要進行一個事情叫做空污率的計算 空污率的計算之前公布 2010年統計完之後 2011年年的10月公布了一個數據 就是台中市空污率26.2 我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嚇到了 但是後來說我經過修正變成了21.1 這個不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整個全台的空污率從19.4變成19.3 我有點好奇是說這個數據到底是怎麼修正而來的 但是對我來說我可能會說 可能這個是有這樣的空間 21.1到26.2 然後為了去減少就是最近的巨 最近的潮運的事情 所以開始內政部引建署開始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創造各式各樣的數據讓你們搞不懂 很簡單啦 我就用各種複雜的數據 這叫做低度用電住宅資訊 就是他簡單意思是說 好如果真的沒有人做的話要怎麼算 是不是最少用電的 那如果我在那個地方固定拆一個燈 然後亮了一整天 然後都是固定讓人家來看房子的時候有氣氛 那這樣算不算低度用電 不算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政府最喜歡做的事情 開始創造各式各樣的數據 就讓大家 由於搞不懂我們到底在幹嘛 就跟在反核的時候到底核能是佔12%還是佔20% 大家其實都搞不太懂 因為我們一個是 好這算了 反正我們都搞不懂嘛 我們都搞不懂 好下一個東西叫做住宅加戶比 住宅加戶比就是說 好我們有多少的人多少的住宅 然後所以我們的住宅加戶比大概都是108%左右 然後但是接下來內政部引建署做了什麼 他在說這個普通加戶數是有問題的 我們應該用戶籍登記數 然後戶籍登記數就差不多啊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蓋房子 真的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他們又在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社運團體 社運團體都沒有進去打這個東西 但是他們自己就會去做出這樣的數據上的因應跟修正 然後我覺得很多的過程都要進到這個爛攤子 但是我只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大概空污率有多少 大概有多少是連使用連作假都還有10% 我們台灣台中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然後真的時間拖太久了 好我今天再講一下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空污率開始增加了 然後這裏原本有住人 我要怎麼讓他的空污率下降呢 就把這些人趕走 他就要搬到哪裡 他可能就要搬到市區去 然後我再用低度用電的數據來 讓大家覺得說我們的空污率其實沒有那麼高 這個招數其實還蠻厲害的 然後市地重劃對我來說到底有什麼目的 降低空污率增加房價 還有增加住屋率 對我來說 我某種程度他會覺得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這就是我們大部分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在西屯區或者在南屯區 或者在北屯區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概就是開始 因為一個重化過程大概是10年15年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一定會長雜草 然後接下來開始要做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覺得拍這張照片 那為什麼我特別想要放就是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來很像是一種蒙阿波 這個都市的蒙阿波 尤其是接下來可能要蓋的那個台中塔 我就更像是一個大蒙阿波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簡單再稍微再 因為我這邊我已經不太想要再講 因為我真的覺得時間拖太久了 但是我們台中的 屍體重劃大概有3800公頃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本來想要稍微講一下一些歷史脈絡 但是就算了 但是我們目前的前期工作 我們在進行一些持續的訪調 然後開始認識了一些社區 然後我覺得很多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做不太到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做的事情其實也不多 辦一些活動 然後可能去一起吃聚餐 或者是做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我會認為說設定一些高低標 然後建立基本的訴求 例如說我們認為可能下個階段 是要反對自辦實體重劃 對我來說 可能是一個訴求 然後這句話就不用了 因為時間 但是我簡單再講一下 10月10號到10月12號 10月10號到10月12號 我們要辦一個營隊 然後要在重劃區上面 然後可能第一天晚上 晚上6點 晚上6點 然後會是在大慶車站集合 然後會是第一天晚上 晚上讓大家 住在重劃區上面 可能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就目前有一個東西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就是說 大家知不知道 台中市區域計畫通過了 可能大家沒有聽過這個東西對不對 但是它已經公展結束了 台中市區域計畫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把所有的開發案一次 攬在台中市的區域計畫裡面 我哪裡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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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都把它通通通過 然後好像有一個朋友 就是雲逍遙 他想要弄個工作方 所以我就想說把它補一下 雖然下面我是在列的是 4D重劃的一個流程圖 但是如果大家有這個興趣的話 我們目前想要 除了營隊之外 還有一個營隊結束之後的工作方 因為我認為說 這也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工作方的重劃 然後時間 再 直輪 Sorry 時間太久了 各位同...不好意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田釣團的田釣員 過去的話就是專門在做一些天野調查 那我還記得我在做天野調查 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時候 我每到一個重劃區 那每個重劃區呢 它都有一個特色 他們會說 我就會問他們說 因為那時候大埔可能很... 所謂的流行 然後我就會問說 有沒有人來這邊關心過你們的土地 那他們都說 沒有你是第一個 那到現在經過了三四年 我看到現在有在座非常多的 甚至有年輕的人 開始關心到台中的土地 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這一次的這個簡單的介紹 那讓大家了解到 我們這個台中市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當然大家要談到很多這個土地正義 城市正義的一個概念或理論 我們都秉除掉這些東西 我們直接來看到 我們到底台中市發生了什麼問題 以及我們做了什麼 很簡單很簡單 所以呢 這樣用的時間不會太多 預計20分鐘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來看到的 各位不知道肉眼所見的台中是什麼樣子 假如我們再更仔細的來看這一張圖 是在八卦山 不不不那是彰化 大渡山 不然暴露出來了 好 這個是這個大渡山 好 我們去看的一個台中市的這個圖 但這張圖呢其實不明顯 我們再繼續往下來看 其實這張圖 越來越明顯了 有幾個特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它是相對的怎麼樣 高樓密集 OK 那這個地方呢 在它的右半部 大部分比較怎麼樣 西蘇 那你們覺得 這個地方大概是台中的哪裡 西齊衝畫區 已蟲畫完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 帶蟲畫的地方 那也就是我們現在常看到的 蟲畫地區 也就是所謂的整體開發地區 也就是剛剛這個 我們剛剛小胖啊 他提到這個 解禁過後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一張圖上面 可以看到 台中市的一個發展 它不斷的向外在進行延伸 但是在這個延伸過程中 它其實不像政府所描述的 它就是一個人口可能飽和啊 或是有迫切的急需 那我們就要去 再更進一步去思考 在這樣子的一個擴張過程中 政府到底是有哪些思維 以及錢長在背後的問題是什麼 那這也是我們田調團最需要 或者說我們最主要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這個大杜山下去看 不好意思 從山上去看三下的一個 台中市的目前的一個狀況 大概可以了解到目前的一個開發狀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二個 目前正在發生的一個變化 首先 目前呢 我們的變化裡面 各位我們來看看 因為有大片的 重化 土地正在進行重化 所以呢 在這樣過程中 我們看到了 有開始很多的房仲業者 開始進行了什麼 投資爭地 賺大錢 當然這邊還有講到 苗栗這個地方 跟新竹 大埔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 在這樣重化過程中 開始 透過投資的角色 進駐在這個地方 開始掠奪這邊的土地 來進行他們的財產的積累 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些重化的地區 看到什麼 以前看到 歡迎您臨臨臨臺中市 大概是 誰會這樣講 大概是 政府單位 可是我們看到 現在可以 誰來代表政府單位 來進行 歡迎您的這個動作 導臣 所以這就是一個 吊詭的地方 其實這個背後 它所欠藏的一個 邏輯啦 就是說 城市的開發 已經不是政府單位 而是下放到 民間單位裡面 來進行重化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台中市的都市計畫 它正在面臨的一個改變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麼 在這樣的改變過程中 他們想要 成為一個 怎麼樣的城市呢 各位 你們覺得這個城市 是台中市原樣嗎 應該不是 可是他們的 都市計畫 或者說大多數的 一個整體開發計畫的 規劃 構想 卻是以這樣子的方式 來進行 進行的 那這樣進行裡面 裡面 就導致 請問一下 這些土地 他們要從哪裡來 一定是要從現在 有人居住的地方 而且甚至是 有很多的 文化資產 或者說具有文化資產的 土地上面 開始去產品 OK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發生了很多的問題 不但 這個居民的 這個居民 這個房子的拆除 或是說文化資產 它產生了許多增益 所以 例如樹的山莊 或者是 更細微的 我們可以去看到一些人 比如說 我們看到這個老農 他就是 沒有辦法 那個 我有跟他訪談過 那他是沒有辦法 抵抗這個蟲化 所以 他是在最後一期 收成的時候 獨自的去看一下 他的農田 那我把它遠遠的拍下來 那他只是看完之後 就開始要被徵收 開始進行蟲化 那這個地方其實 後面就是樹的山莊 那時候大概是一年半前去拍的 一年半前 但這一幕其實 常在這五年 在這五年 台中市常常發生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到 那在這樣的一個大範圍的重劃 跟政府的構想 還有民間的投入 那到底對我們產生了哪些影響 到底對我們產生了哪些影響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在重劃地方 其實旁邊 大家都會知道 有很多的圍裡圍住 圍裡圍住的情況之下 就是你看不到裡面到底變成什麼 那我們就跑到裡面去 當然有發公文 不然就會被發錢 那這個地方是水南經貿園區 不知道有沒有人進去裡面 那個工地裡面 現在他們管制比較嚴格啦 以前還可以爬進去 現在沒有了 那我們看一下當時 這個也是今年1月拍的 那前面呢 應該這就是小胖啦 他的聲音 旁邊是他的粉絲 所以他的粉絲真的是很多 那我要講的就是 水南經貿園區 這個地方 就是以前是 大家知道 水南經貿園區 是過去的哪個地方 開始重新整建成水南經貿園區嗎 大概在哪裡 水南機場 OK很好 那還有沒有 雖然機場附近 他也跟著徵收 所以附近應該 機場附近會跟著有什麼 也許大家都會 眷存 所以他這邊 對 那現在你們還看到那邊 只剩下什麼 很像跟空軍有關 或者是跟機場有關的遺物 有印象嗎 現在還有什麼 還是你們都只去看那個文創夜市呢 現在那裡遺留什麼是最明顯的標的 空軍醫院 空軍醫院 欸這個不錯 啊還有沒有 是有放 他是算成那個歷史建築 他是有在文化資產的 假如你們各位 未來去文創夜市的時候 記得走到旁邊 可以看到一個全台中最大的碉堡 好那個碉堡 那碉堡裡面還看到很多的彈孔 那個就可以證明說是 這個地方過去是一個空軍 然後也是過去美軍轟炸的一個位置 那但是現在過去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歷史意涵的地方 可是隨著我們要重劃 我們要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他把過去的歷史記憶都抹殺了 只剩下一個碉堡 而這個碉堡我們慎重不知道他是在做什麼的 以為是一個裝飾品 甚至開發商還會認為這會影響到 他的開發後的房價 而想要把他產出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這個區域的歷史 應該會漸漸的忘記 假如在這樣繼續的一個開發下去的話 所以呢我們再繼續來看 那這個地方是另一個故事 就是蘇德山莊在今年的2月的時候 有辦一個活動 那蘇德山莊的增益也是相當大 那在今年的最 大概在7月的時候 全部的產平掉 那在這邊有很多的前輩跟朋友 有當時一起協助做一些活動跟保存 那只是跟大家講到說 這邊過去有很多的一個古厝 古厝他之間也會受到重化的影響 那為什麼古厝會受到重化開發影響 不被保存呢 因為我們說過剛剛的圖上面 他的一個規劃 政府規劃的圖上面 他希望台中市的整體開發地區 成為一個怎麼樣的意象 還記得嗎 成為一個國際城市的意象 他想要新的文化來創造更多的經濟 來邁向他的一個國際城市 但是 所以因此他不怎麼樣 他不認可這個東西 古厝 他不認可這個古厝 所以很多的古厝 在這樣的情況下都被犧牲了 那蘇德山莊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指標之一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這個是在蘇德山莊 剛剛要被拆之前 我們去拍的 他們的一個小朋友上面去寫的 在一個很大的一個拆字上面呢 寫著我愛我的家 所以剛剛有一位朋友 他有提到就是說 很重視那個家 那其實很多人都很重視家 但是在這個經濟背後邏輯之下 其實似乎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他是沒有辦法被可以抵抗的 幾乎是很難被抵抗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台中市在這樣的情話之下 別人又怎麼來看待我們台中市 我們來看看天下雜誌 在20年的 這20年來我蒐集了這個標題 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麼形容這個台中市 石家裡的編帽 就是講到那個重畫之後 剛剛小胖有提到 有人變得很有錢去數電線桿 好的一個故事 大家這個是1993年還是92年的故事 那後面的就是這15年來 我們看到土地財富的爭奪 文化情色風化城 台中創業的競技場 創意 這我們就先不討論還有其他議題 那成長的迷思 文化 那我特別不要炒高房價 或是說政府炒地貧 好像在這樣的意象之中 我們台中市都是一種炒地貧的意象 意象給別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看到看到很多一些更多比較特別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特別請這個是田吊團的建凱 他來拍攝的 那我們簡單請他來講一下 他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他的一個想法 好建凱 然後這個是在13期 那邊一個村 大慶火車站的正對面 現在已經被移平了 然後這是僅存的幾棟房子 那邊叫翻婆莊 那可能以後大家只會叫他13期 而忘記翻婆莊這個名字 就像七期 大家還知道七期以前叫什麼 沒有人知道的 水南經茂園區 大家還記得他以前叫什麼 沒有以後就叫水南經茂園區 就像這邊一樣 那那個時候我們去做訪調 那剛好他們那邊的居民 他們正在搬運一棵樹 那我就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在搬什麼 後來一問之下 他們在搬家後面 這棟房子後面 本來長在那邊30年的張樹 因為這個村子裡面 這村子裡面只有他們土地公廟旁邊的那棵雀龍 百年的雀龍會留下來 其他的全部都不會留 那在還沒有問他們之前 我就先在腦海裡這麼想 他們為什麼要先砍這一棵 是不是因為留不下來了 與其讓建商砍 不如自己動手 當然後面他們有去訪談 那我就不知道後面他們是怎樣 那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是用這樣的心情下去拍的 然後前面剛好有一台挖兔機 這個就是剛剛小胖他有講到的一個三合院 還記得嗎 這是三合院的其中一邊 這一邊已經整個產品了 那前一天 不前一個禮拜 前一個禮拜才產品了 所以挖兔機還在這裡 對然後我想說挖兔機可以放在前景 然後後面僅存的那個這樣子是覺得 衝擊應該還蠻強烈的 是 對就這樣 OK等一下還有一張要讓他講 好那其實要講就是說 我們後來去訪談 這棵樹為什麼要搬這棵樹 因為這棵樹很有價值可以拿去賣 可以拿去買張樹 後來可以更多的經濟利用 他們才會砍這棵樹 那其他的當然就全部都殘掉了 好我們再繼續往下來看 那目前現況呢 我們就來仔細來看 我們就進了一些仿調 我們可以看一些仿調的一些紀錄 然後A1 A2 A3做了個代號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知識上面的不對的 跟置物上面的 對他們來講好像不合理 第一個的訪談的最後的歸納是這樣子 當然有很多的訪談 那簡單的歸納就是說 在這樣的過程中 在一個勢力重化的過程中 對於地主啊 尤其是小地主跟弱勢地主之間 其實他們是沒有權力 或是說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夠去對抗 甚至請律師都很難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律師 好我們繼續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再來他幾乎天天 我們看第二個 他幾乎天天都會回去 他的生活圈都站在那邊 那邊重化之後只站在廟宇 有距離人氣的地方其他都搬了033 其實這個地方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其實在這樣搬遷之後 廟宇其實大多數都會留著 因為很多的角頭或什麼可能都會留著 那重點不是在後面背後的角頭問題 而是說那個地方是成為了重化之後 唯一有人氣的地方 而這地方也是這些重化的居民 唯一能夠尋找他們過去記憶以及共同認可的地方 這個是A2想要跟大家提到的 那再來就是第三 是居民的無力感 我們看到我們年紀都很大啦 在這樣之下他們給我的補助 買這些全部加起來不過是100多萬啊 那光房租錢 一個月房租錢就要花到1萬多 那他可能只能租個100個多個月 這後面不是重點 重點其實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補償金的不足 當然補償金很多人都會說不足不足不足 但是我們要去看他背後的脈絡 跟他之間的弱勢 在這樣重化制度之下 他如何從原本的有房變成無房 甚至變成一個弱勢居民 所以這大概是三個重要的一個訪談紀錄 跟大家來分享 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地方也是看到 因為重化過程中 他現在開始對很多的骨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對照 未來可能會變高樓大廈 當然在整體開發地區不會變高樓大廈 因為他是低隆基的一個都市計畫 所以他會變很多的雙併的豪宅 那種獨棟的豪宅 但是所謂的骨錯大致上都消失了 我們再來看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不算在整體開發地區 他是算在烏日的一個自辦重化 不知道各位知道這在哪裡嗎 他非常具有歷史意涵 先猜在哪裡好了 哪個區 他有三個字 四個字 綜合紡織 各位知道綜合紡織的舉手 喔好 有沒有希望可以講一下他的 沒有 好沒關係 謝謝 謝謝大姐 不過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綜合紡織的一個狀況 他其實相當具有一個歷史意涵 因為他是日治時期就有的一個紡織工廠 甚至他有一些重要的一個建築 他的形式 但是因為他們認為接下來他們可以透過自辦重化的方式 變成一個住宅區 可以獲取大量的利潤成為他們一個退休金 當然他們這樣想也沒有錯 因為他們年紀大了 但是假如當時有更多更多人的介入之下 我想這三根煙囪應該就不會被倒掉 我們就可以成為下一個文創的園區 好好像不太好 只是說 台中其實也有一些文創園區的可能發展 只是很可惜的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 因此它大多數都已經被拆掉了 當然這些都是日式建築 那時候就有很多的人都去撿裡面的一些陶器非常貴的 我們喔 只有我們喔 不要講出來喔 日式建築非常重要的工業的這個愛子 我們當時請林中奎老師 那時候跟我們講到愛子 所以我們慧眼是英雄把愛子都拿走了 不是啦 沒有 也不是啦 就是把那個工業用的那個愛子 真的是 真的很貴啦 所以愛子應該都在這個地方 全部都被搬走了 不是我們喔 也有其他人啊 好 只是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大部分都沒有人要了 好不然就碎掉啊 所以我們要多加利用成為文創商品 好下一個 好所以呢 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發展狀況 目前影響是蠻多的啦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喔 我們那時候是在過年 過年大家都很開心在圍爐 所以我們也在圍爐對不對 很開心喔 不 大家的眼神都是相當的悲哀 因為當時這個是區段徵收在瑟南 在那個文新烏日的這個捷獄機房 他在這個舊舍地區 那這個地方之前有很重要的一個抗爭 然後在這個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等我刊登上 只是他在刊登就是像剛剛詹瑟老師有講到 都是在地方版 所以他沒有辦法擴大他的影響 那這些人在過年的時候呢 對我們開始訴說無奈 對我們訴說無奈 那甚至這個 其實我應該打馬賽克啦 好那不太好啦 不過沒關係 那就是裡面有一個老太太 那老太太曾經有上報 那個上報是她擋挖土機的一個照片 好那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呃這個區段徵收 然後自救會就會找到這個關鍵字 就會找到這一些相關的一個資料 但是只要跟大家來談到就是說 目前這個重劃目前影響有很多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是另一個社區 好重劃一個社區 那這個呢也是劍凱拍的 我們先請他來講一下 他拍的這個感覺是什麼 我先介紹一下那個社區 我先介紹這個社區 啊對啦 不然也不太好 好我們先介紹這個社區好了 這個社區呢 是在我們剛剛提到的 水南基茂園區周遭旁邊的一個小社區 那這個社區很幸運的 算是我研究以來 大概這三年多以來 這個將近一千五百公頃的 市地沖廊裡面 唯一完整的區塊保留的一個社區 那這個社區呢 在單元八 那單元八裡面它就完整的保留 那保留的背後的背景結構 其實因為還不夠深入 所以呢不能夠問到太多 但總而言之它保留下來了 那保留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對這個社區 開始產生一些興趣去瞭解 那瞭解之後 它這邊非常有特色 假如你們遠遠看 以為它是眷村 靜靜看 你就會發覺它不是眷村 因為裡面都住的是漢人 也不是這樣講 都大家都是漢人 它住的都是老弱婦孺 應該這樣講 我們要講的是居民結構 不是要講那個人種 我們要講的是居民結構 它裡面很多都是老弱婦孺 那他們之前有成立一個自救會 透過這個自救會的方式 就是跟單元8的重化公司 來進行一些協調 協調之後就保留下來 但是保留下來之後 卻產生一種突兀的現象 各位這個地方就在文創 文創經貿業市周遭 你們可以去注意一下 其實很明顯一個區塊的一個地方 但是他們保留下來反而突兀 我們來看看 我們以這張照片來解釋一下它的圖 那我們就請建凱啦 這個是在今年中秋節的前一天 禮拜天我們去 禮拜天他們那個社區 每隔一陣子就會有一個社區的聚餐 大家把自己的拿手菜端出來 然後大家聚餐這樣子 那邊的 簡直像個美食社區 因為大家的那個 大家的那個level都到一定程度上幾乎可以開店了 那天我們就去參加 受邀去參加他們的聚餐這樣子 那當然聚餐完之後 閒聊當然是他們負責 我就負責 就負責攝影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戶人家 這個老爺爺 他在他們家門前 那其實我們這張照片看起來很孤單有沒有 其實沒有那麼孤單 他的孫子就在畫面外而已 照片 照片 對 那我那時候看到這樣子 我想要表達的是 因為他們這個社區 光陽社區 它其實 對 它是在那個地方 比較罕見的被保留下來的 但是它周圍依然 依然掛滿著這種土地充畫的這種 不是 土地買賣的這種 這種廣告標語 很多幾乎把它包圍起來 所以 那個時候的那個感覺就是 這個 我不能說這個老人就代表 光陽社區 但是它至少是這邊的居民 他們保留下來 但是周邊的土地買賣依然沒有停滯 所以 未來的話 可以想見 他們就是被高樓大廈包圍 那現在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是 房中業者還是什麼 去跟他們接觸 所以未來 未來會怎樣 還不知道 一種充滿 未知數 不安定感的那種 對 那種印象 對 那種印象 謝謝建凱 那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 就是 要講的就是說 這張照片希望讓大家了解就是說 即使被保留下來 它也在這個重畫 大範圍的重畫之下 變成一個突兀 好像他們居民的 原本的生活變成一種 奇怪 然後讓別人可以來獵奇的感覺 所以 其實這也是對居民有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然包含建凱拍的 不過他說 就給他看看印象就好了 這是一種孤單 在未來可能會被拆的水嵐莊裡面 顯示出這個人的無奈 當時拍的一些 一個狀況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小小的一個小結 就是說 到底我們談的這個主題 是台中的不義與不義 那這個不義與不義 到底是對誰呢 絕對不是對開發商政府啊 或者是大地主 而是電農 好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電農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是農業區 當然這邊有很多電農 或者是弱勢的租戶 以及重畫下弱勢的小地主 因為他可能土地分配 不到達他可以再見的位置 好 當然還有老舊社區跟老年社區 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要被迫的住到大樓裡面 那也有一些訪談者說 他們搬到那裡之後 很快的就老死了等等的 那當然還有很多的一些文化資產 所以我們在這樣一個台中發展之下 其實對於不義與不義啊 其實目前我們看到的 可以歸納出這幾個角色 在裡面扮演之下成為一種弱勢 好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現在還在持續在做的田吊團 很多人都說 重畫大概都已經快結束了 那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還是會做一些努力的活動啊 又是粉絲很多 這個是小胖 那當時我們在樹德山莊 當時在做的一些 讓更多人了解到重畫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會站在這裡 希望讓大家更了解 然後做個分享 讓大家更能夠關心 目前台中市的一個問題跟狀況 還有這也是樹德山莊 當時一個活動照片 人數不多 希望未來大家可以一起加入 好 那再來就是說 當然我們會幫一些有重畫 或者是上位重畫 或者說正在已經確定保留的 我們的重畫裡面 會做一些社區的協助啊 那當然也會跟他們一起共享一些晚餐 這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單元8的這個社區 那去讓他們知道這個社區是相當重要 不要未來容易的被防重說服而督根掉 他們可以成為很有特色的 但希望不要變四四難村就好了 沒有啦 沒有這就是另一詞的故事啦 好 再來就是我們也會做一些儀式啦 就遺照 這個我們當時知道這個大概就要被拍了 對啊 我們拍的不是這三個人的遺照 是後面這一根 不是我們三個 是後面這一根 好 這個綜合房子 我們也會把已經確定無法保留的東西 拍一下做一下紀錄啦 那希望未來能夠讓更多人能夠了解到 這個台中過去有很多的一些素材 但是在國際城的一個口號之下而消失了 所以我們還在持續的走這個填調啦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這個雲霄瑤 好 在那邊穿藍色衣服睡衣的 那另外 好 要不要揮揮手 雲霄瑤 對 他也在這裡主持過啦 那再來就是劍坎 那也穿一樣的衣服很好認 那小胖當然身材也很好認 好 那我拍所以沒有在裡面 當然這就是翻婆莊啦 翻婆莊 那最後其實我想要做個小小的結論 一個城市的發展可以如同羊皮直斑 不斷的複寫 但是複寫的過程中 其實 他的這個過程喔 是無法抹殺他過去的記憶 所以我們應該去了解這個城市的一個歷史 並且去認可 而不是一昧的去追求 土地的掠奪跟盡奪 然後去做一些所謂的國際城市的一個競爭 OK 好所以呢 這是我們一個簡單的 台中市的居住 不易與不易的一個介紹 那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非常謝謝他們三位 其實三個半 還有建凱的一些分享這樣 那因為我們時間其實非常的寶貴喔 現在應該還有 我看要不要就是10到15分鐘的時間 在場的各位 你對於這個 我們今天的那個分享 就是引言 你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就是想要詢問他們的 都可以麻煩你 就是 踴躍的發言 這樣可以嗎 有嗎 想一下 還是那個 法律上面概念會太難嗎 沒有 想要問那個就是 七期嗎 不知道外生裡面的那個問題 大概是 對 喔對 剛才那個 對 加油有說你們會回答嗎 就是為什麼七期會沒有7期 這個喔 我只能簡單的分享而已耶 我只會從他的背後的角色去看啦 就是說會住在七期的人 他們的消費能力 跟他們所生活的習慣 絕對不是買這種低級棕地的地方 我說 就是說他們這個低階棕地 他們是 就是 嗯 商店這種小型的便利的這個 應該說不好意思啦 我其實有寫啦 那時候你問的是吧 就是說呢 其實他們的消費習慣 他們是走精緻型還是便利型 會走便利型的人是誰 大部分都是上班族那些人啦 他們 絕對不是那種上班族 而是悠閒的貴婦 可能會開個 開個名車去外面炫一下 然後去 對大司機 然後到Costco去買 買來之後回家採買高級的東西 絕對吃不到這些什麼油啊 什麼東西 三聚親眼都買不到的 他們非常高級的材料 所以 很難去買到便利的東西 所以 他們可能便利商店在做這個 在做評估的過程中 本來就有了 但你可以去注意一件事情 其實七起有便利商店 但它在哪裡 在百貨公司附近 那這又是另一則故事了 對 好 謝謝 還有嗎 我來回應一下 我來回應一下那個 我 這位這位朋友 他提到的那個就是 那邊沒有便利商店買 衛生免的這個事情 我的想法啦 其實是因為那個地方 的空房率到底有多高 他的 對 因為那邊到底有多少人住 有多少人有這個便利商店的需求 我想那是便利商店要不要在那個地方 開一家店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如果說那個地方 根本沒有什麼人住 或者是說那個地方 住在那個地方少少的人 他們的消費其實都不是在那個地方 那就不會有便利商店在那裡了 我覺得這個猜測很 就是我自己也覺得還蠻感同身受的 有可能 那當然我也就是覺得說 那個住在裡面的人 應該都是打電話叫人家把東西帶進來 或是請人家出去買這樣 對然後 所以他不太需要 還有嗎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剛剛有提到說 這是七期那一代嘛 我本身其實有朋友是住在靠近七期 可是他不算在七期那邊 他是住在像靠近秋風谷那邊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也進入過那豪宅過 那豪宅裡面其實你 我們一般人進去 我們會價值觀錯亂 就是你會很不理解說 就是一個住宅區裡面怎麼會有那一種 例如說會有保全幫你開關門 或者是說 會有 裡頭就是 在一個宿宅區一頭是會有人 就是你可以隨時隨地 就是每個月例如說 我是該 就是豪宅的住戶 我每個月會找一個固定的錢 那那筆錢當中 就是我可以在 我這個豪宅住宅區一頭就是吃飯 然後就每個月扣款掉 所以那邊不太有可能就是真的會 所以他們的每個月的消費率 的確是蠻高檔的 因為裡頭不管是健身房啊 KTV啊 blahblahblah什麼的 一大堆都有 所以就是光賽求紅谷那邊 就已經這樣了 所以七期其實你會更誇張 對 還有沒有 我們剛才聽到那個剛才的分享 好 就是剛才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想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一個便利商店最主要的獲利來源是什麼嗎 大家有想過一件事情嗎 我開便利商店我總該要賺錢吧 但是大家怎麼可能就只是單純的消費飲料 麵包 便當 這些東西就可以賺錢 最主要的獲利來源 大概20%到25%之間 就是我朋友在做質疑電話 他會說是來自菸 那 菸基本上來說在七期裡面的 比較沒有勞動階級做這樣的消費需求 如果我是一個便利商店業者的話 他的中間有一些區段 其實我們真的是很難經過的 除非你故意要繞 繞開 繞到那個七期裡面 不然的確我們在一般的做交通的移動的時候 我們不會經過到裡面的區域 所以他大部分會有的都是在整個七期的周遭 或者是在百貨公司附近才會便利商店 那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說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就是說 他附近有開始多幾家有機的蔬菜店 然後燈光會打得黃黃的 這就是我們大概可以看到的未來的趨勢 就是說除了百貨公司的消費需求之外 他們會有一些精品小店 應該如果空污率能夠下降的話 這些精品小店是有利潤空間 大家下個階段 如果大家想要做這樣的投資 或者是做這樣的 其實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便利商店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個利潤基礎 在這個部分會比較少 我覺得在這個利潤基礎上面的少 導致了它會變成是 它要去提供 例如說它會提供機車或汽車這樣子的交通需求 來幫你cover掉 我在這個地方 我沒有辦法立即性的 去到便利商店消費的這件事情 但是在這個過程我覺得它蠻有趣的 你的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你的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是可能要再靠子能多做一點研究才有辦法知道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不是要提出什麼問題 我只不過是因為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看到很多年輕人對這個題目的參與 我想分享一下順便也請教一下那個主持人 看看是不是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當然經由他們的調查 我們可以看到我想因為台中已經基本上是台灣的一個很前面 前三大或是前二的都市 一個大都市 然後從這個都市這個城市的發展 我當然不是學這方面的 我只是提出幾個疑問 比如說剛才年輕的同學有提到一些 包含這個每一個小區域是不是這個便利商店很方便 事實上我覺得台灣蠻小的 有時候我看到一條街這邊已經有這個便利商店 另外有一個 是不是在每一個小區域裡面都要佈滿的 全部的這個便利商店 這是我第一個疑問 那當然就是說當然 這個是我蠻好奇的 另外剛才也很感謝今天分享了一些這個照片 那這個從這個照片可以看到 或許這只是一個都市發展的一個雛形 包含我想這個台中市還有剛才講到一些這個照片 這個古厝可能已經日後都會消失 將來可能呈現在我們的後代子孫的眼前 可能都是一些高樓 那是不是一定如此 當然也未必了 不過我想就是目前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所見的就是台中市這幾期的 這個都市發展的一個過程 那我是想說就這個部分主神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分享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是我想請問剛才有提到那個律師 提到那個公辦這個重辦 那個市地重辦的部分 那是不是就是說 以這個原來這個電視媒體 比較矚目在北部的那個案件 是不是那個以前那個文靈院的部分 也是類似這個案例 那我們可不可以讓我們分享 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讓我們知道最後的發展的結果 就是這個部分 那其他部分我想到 因為看到這個標題是提到這個居住不義跟這個不義 就是今天我非常好題 覺得題目定的這麼醒目 那是不是真正剛剛看到最後的結論 就是所謂的不義 好像是這位同學分享到 那很顯然我還沒有完全認同你的觀點 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說因為這個今天的標題 是定這樣 所以是不是我想 畢竟台灣也是一個滿民主 很多元的社會 挺好的 大家年輕人 共同用不同的角度來分享 那我以上所提只是我個人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是不是也請主持人跟我們一起分享 謝謝 非常謝謝 那比較那個 就是關於文靈院的事情 也許待會兒我們時間 請詹律師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想剛才這位大姐提到 就是我們在社區裡面 關於希望便利 然後就是越來越多的那個7-AZone的狀況 我知道這種當然在一個社會裡面 我們都在想像那個人情味這件事情 以及人跟人的互動 然後他去用那個便利去取代 這是一個光譜 不是說全部都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那因為我相信很多在社會學 或者是那個都市發展的一些研究裡面 大概也都會去提到說 像7-AZone或是全家 這種非常非常便利的 而且它幾乎涵蓋了 比如說現在可以洗衣 然後可以買書 然後也可以買票 所有票卷 所有的東西 你通通可以在一家便利商店裡面取得 那他在過去的那個 我們街頭巷圍的那個雜貨店裡面 他其實具有那個社區的凝聚 甚至包括其實交換的是公共議題的訊息 的這樣的功能 那其實可能被取代了 那我們是不是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 就是我想在一個社會裡面 他可能必須要自己去決定 他到底要如何去做這樣子的比例的衡量 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在必要的時候我其實還是得去7-AZone 比如說那有時候比較懶嘛 然後趕時間的時候還是會過去這樣 但是在我們自己就是比如說在嘉義 我們那個街頭巷圍裡面 比如說小店啊 也許7-AZone是比較近的 或是全家比較近 但是那個小的那個藥局 可能稍微要再走個稍微遠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時間許可的話 我們會盡可能去搞關那種 就是讓他們也可以 因為他們在這邊生存 然後他們的經營的方式 跟這個社區其實在一起已經很久了 那我們的那個消費 就不單純只是一個消費 或是便利而已 他把我們的人情的這件事情要放進去 因為這種東西的價值 大概不是價格或者是時間的減省 可以取代的 但是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決定自己的那個比例 那另外關於那個我們的都市發展跟國際化 像台中也許從某個角度來說 它大概就是過程嘛 那我們看到現在那個陣痛 所以有可能就是過去了就好這樣 那不過我想今天不管是那個詹律師 或是兩三位同學跟我們分享了 他其實在說明了一種就是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們在講發展或是國際化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 我們並不能夠直接說他錯 而是說我們並沒有說清楚 那個發展的內涵是什麼 以及是什麼是國際化 台灣其實有點就是很多事情會太過簡化 比如說國際化不是不行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知道那個非常國際化的某一個 某一個都市或是某個讓全世界人都非常嚮往的某個地方 很可能是因為他的在地特色以及他的特殊性 而能夠有他國際化上面的市場 可是在台灣也許對自己不夠有信心的關係 所以當他在想像國際化的時候 八成就是大宅門或秋紅谷 這種要不然就是古典中國 要不然就是古典日本 但是他都沒有想過說 那台灣或者是那個台中的在地 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去強化它 然後把它的在地的優勢以及跟人 還有那個文化跟歷史記憶的那一塊 把它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我們要去國際化的一個東西 那我覺得發展的這個概念其實也是同樣的狀況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剛才您說的非常好 就是關於台灣其實畢竟已經是一個 好像是比較民主化的社會 可是因為我自己在法律系 我也學了還蠻久的法律 我其實真的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當我們在說民主的時候 我們會很容易的覺得說 少數服從多數 那最後反正就是多數決 所以在法律裡面講到說 我們在場的這一大群人都是住戶 都是所有權人或是承租的人 其中要是有過半的人想要重化 不是本來就應該尊重他嗎 或者是說在這邊呢 只要有一小部分的人 他們總共的土地面積已經過半了 那就是超過半數了 不是應該要尊重他們嗎 那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並不是台灣的錯 而是我們沒有想過 民主他真正的意思 其實不在這裡 他真正的重點是在於 我們是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 才要用數人頭 或是算這個數字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得先說清楚一個 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有一些共識 就是假設說 我們這個地方市地重化 是不是真的為了建築老舊啊 可能會有些消防上面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必要 做一些更新 讓出一些綠地 讓我們整體 所有人的生活都變得更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都市更新 或是市地重換 因為人口已經密集了 那這種做法呢 其實就是我們法律上面說的目的 所以你看得出來 當時他在設計的時候 一開始的想法是往這個目的去的 可是我們也知道 那個圖法不足以自行嘛 所以你制度設計的 那個底下的所有的細節 你發現都可以去控制 包含那個數字 所以真正的狀況是 不管我們這一群人 立場再不同 那個過程的本身 相互的了解彼此的需求 以及我在參與 或者不參與這個都市的更新 或是重劃的 那個理由究竟是什麼 那你把你的需求 也許你可能遭遇到了痛苦 或是你的難處 以及你對這個地方的情感跟記憶 或者是有人單純是為了要取得更好的 就是投資 那這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正常的 那可是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要是有這個好的機會 可以去聽到別人的想法 而且知道說 那我們整體來說 是怎麼看待這個地方的共同的發展 萬一我們彼此還無法說服 就是不想要重劃 或是不想要更新的人 沒有辦法去說服另外一方 或是另外一方沒有辦法說服另外一方 但是彼此都在一個比較公平 而且公開不會有人頭 不會有那個灌水 不會有黑道進來 不會有官商勾結 假設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最後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這時候來多數決 我認為那是合理的 所以民主它的重點是在前面的過程 否則如果民主只要算人頭就好 那為什麼會有多數暴力的這個概念出現 所以今天我們在看我們法律上面的 我覺得真的有一點悲哀的就是說 當它在不得已的時候 必須要用多數決的方式 卻給了別人有一些機會 可以去假裝它即使是少數 但是它卻有辦法運用法律上面的工具 去說它是多數 那在利益上面 就是土地人的面積來說 它其實佔的可能也是少數 它跟土地的連結 它對於土地的那個價值 卻可以把它偽裝成 它的價值是很高的 其實只是價格 那剛才詹律師提到說 那個會估價嘛 就是那個市地重化之後 不是會估價嗎 那估價比較高 我原來1000坪的農地 因為建地價格比較高 所以我就會得不到1000坪的建地 因為是假設建地價值比較高 可是問題就來了 農地變成建地 它其實是被假設說價格會變高 可是價格會變高 以及它那個建價 它估價過程難道不是一種買空賣空 跟亂喊價 只要它敢 或者是只要政府願意配合 那個價格就會被訂出來嗎 否則如果一坪增加20萬 為什麼不是增加22萬 我們去想像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知道 那個數字的創造 或者是說那個榮景 或者是人的意見的多跟寡 這件事 如果它不是看過程 而是看那個 最後那個統計的那個數字的話 那個被操作的空間都非常的強 所以我想也許並不是每一個都市更新 都是不必要的啊 也不是每個市地重劃都不需要 那那些少數呢 有些可能是非常的有道理 有些可能不是啊 可是回到個人的話 那那個是每一個人 他去捍衛他立場的 可是如果以一個公共的議題來說的話 其實我們比較要在乎的是 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經過 我會不會呢 那個收到開會通知的時候 就是給我500頁 告訴我 我今天晚上收到 明天叫我早上要去開會 我會不會是那個老人家 孩子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他是一個開會時間 而且告訴我 就是在那個比較遠的 比如說 我住在某個鄉下 然後要跑到縣政府來開會 那他會不會又是 進去的時候 就像詹律師講 那個文件啊 會讓你看不出來它的重要性 以至於你並不知道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必須要介入 再來就是那些法律的文字 我今天這樣講 可能還有點那個 就是勉強可以 好像可以接受這樣 可是如果那些法律的文字呢 我們在場的那些 重劃的那個 重劃會裡面的成員啊 或是政府裡面的那個成員啊 跟你講這些數字 請問在場有多少人 對於今天 從詹律師到兩位同學 他們所講的那個 關於那個制度啊 法律啊 那個數字 請問你 你真的從頭到尾都很清楚 這個在說什麼的 有嗎 你要知道 我們已經花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 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更何況是 在這樣子的 做談會的時候 他是那個重劃的那個計畫 已經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 你要去表達反對的時候 請問你要如何 特別是我剛才看到照片的老人家 請問你要如何用中文 很流利的用中文 然後又很清晰的說明 在制度上面哪一個環節 不對勁 其實你只是整體的感覺 好像這樣子 為什麼我自己的房子要保住 還要多付一千萬兩千萬 那就是原本的那個房子啊 也都沒動對不對 就是那個邏輯怎麼一回事 請問他要如何 他只感覺不對勁 可是他要如何挑戰呢 如果沒有 比如說像一些專業人士的幫忙 那他要如何去表達他的不同意見 甚至還要去爭執 要去訴訟 但是我們在想像的是 如果真心誠意 一個縣市政府 不管是要公辦也好 或者是他在對那個自辦的 重劃的把關 如果他是真心誠意的 從那個立法的精神出發 然後就是像我們講的 擺脫那些官艙勾結啊 資訊不對等啊 一切公開 而且是充分的聽大家的意見 而且是對我們公共的 那個生活的環境的 共同的想像 就是花給了相當的時間 如果是經過這個過程 那我們的公部門 我們的公部門 他在評估這件事情 該不該做 以及比較多的人 決定要這麼做 比較少的人不這麼做 那能不能跟他們協商出一個 他們比較可以 比較可以接受的方式 這些都做得到 因為在其他的國家 有例子告訴我們 同樣在進行都市更新 或者是市地重化的時候 他是用一種 把人當人看 把人跟家或者是土地的那個 關聯的那種尊嚴 是慎重以對 即使在經濟市場上面 他不值錢 是因為我們對於土地的那個使用 那個概念會有所不同 但是在我們今天的那個制度裡面 我們看到 那個居住的不容易 就是現在沒有房子的人 你看不到你擁有一個家 然後穩定下來的那個前景 那現在有房子的人 後面這個不易 現在有房子有土地的人 你不知道哪一天 只是因為一張紙上面的一條線 或者畫的一個方框 然後你就會失去你的家園 那如果沒有房子的 跟有房子的人 在現在的那個我們的法律 或是我們的制度之下 都面臨這種處境的話 那請問我們要政府是要 我們要政府是要做什麼 對不對 那這是我個人的那個想法 那不過我想要那個 稍微說一下 因為台灣很多的這樣子的 那個社會議題 其實有人要去 單純的去表達意見 其實像您剛才講的 比如說像學生 或者是就是同學們 或者是一些我們社會上 一些朋友 想要去表達他的不同意見 可是政府還有另外一招 就會說你違反集會憂刑法 你妨礙公務 你有強制罪 或是你公然侮辱 或是你毀謗 他其實會用其他的方式 讓不同的意見很難出現 對那我的那個廣告就是 明天在進行大學 法律系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還有台灣人權促進會 共同舉辦了一個群眾抗爭 與言論自由的界線的這個研討會 那從早上到下午都有 那有非常精彩的實際的一些個案 然後我們其實就可以知道 當我們在說民主 那實際執行的時候 那個過程可能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理想 然後再來就是 當我們要去表達那個過程 不理想的時候 我們又再一次的被限縮了 我們表達我們意見的空間 那可是因為一樣跟詹律師剛才講 就是我們看到今天那個 在場的這麼多人的那種關係 也許這個狀況 將來會有所改變 那我們的都市 不管是都市更新或市地重劃 就不會讓我們心驚膽戰的 要把它當成像敵人一樣 或是毒蛇猛獸般的對待 那可不可以請詹律師 就是很簡短的說明一下 文靈院現在的那個發展的走路 其實法律它不會保護好人 它也不會保護壞人 它只保護懂法律的人 那我想剛剛這些議題來 其實法律很難懂 但是有時候問題面對 就不得不不去了解它 那文靈院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因為它就是都是 它是用那個都庚來處理的 但是大家講都庚都庚都庚 都以為說就是要把老舊的房子 拆掉重建 政府也告訴我們說要房災 其實未必是如此 都庚裡面也可以有古蹟的話 它也可以有整建跟維護 只要去保護就好 它並不一定要是重建 那文靈院的部分呢 就是說最後當然 因為那個第二代啊 他覺得他有漫長的人生 不想要都耗在這個 一下還 當下還很難 很難馬上看到盡頭的 這樣子的長期的抗爭 所以他就決定妥協 就自己把房子拆掉 現在當然基地就已經交還給 那個建商去蓋 那這個呢其實就回到另外一個很主題 就是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常會用的 叫做策略型訴訟 它不在乎那個有錢有勝 它不在乎官司 會不會打得贏 它只要一直告你一直告你 告到你筋疲力盡 請律師也可能要花錢 不可能要求每個律師都義務 那即便你請了請律師還是要花時間 還有賠償心情 那他就不斷的告你不斷的 告到你會怕為止 你就很容易妥協 那我們現在 不管像文靈院他們 就是說原先的高數級 以及後來故意提一個巨額的賠償跟假扣押 甚至剛剛主持人舒雅介紹 明天要舉行那一整天的研討會裡面的那些政府 一樣可以用很多的訴訟追訴的手段 一直逼到你不敢去表達你應有的 意見那是表達維護你的權益 那這樣事情無所不在 但是越是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就是說我們只要是各位 只要認為自己是公民 就應該勇敢站出來去挑戰這些不公不義 只有你勇敢的持續不少去挑戰它 他們才會收斂 只要你很快都妥協了 那它就會變本加厲的 一直侵蝕你的各種權利 你從言論表示的 就是表示言論的自由 到可能其他各種權利 到最後呢你賴以為生的任何的生存資源 就會全部都把你拿走 你就是被掃地出門 到最後可能就是曝市街頭 好謝謝 非常謝謝 那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那最後就是讓那個兩位 我們年輕的朋友再看 要不要再跟大家做一個那個Ending 那我們剩下 我們那個今天的職務就會結束 但是如果大家會後留下來 還想要跟他們多聊 或是剛才你有問題 但是沒有來得及問的話 都還可以繼續 然後我最後只是想要說 就是這幾個月來 然後我去市場工作 然後我每天就要凌晨兩點半起床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著一件事情 因為我的 我的比較天野志的書寫對象 就是在我的現場的阿姨跟阿伯他們 然後他們都是住在重畫區裡面的朋友 然後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一直認為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到底有什麼可能 可以讓大家比較團結一點點 因為其實過往的案件都是 自救會的人抗爭到最後來 然後獲得的土地都是非常糟糕的 例如說 就是他的門前就兩公尺 長二十公尺 你覺得你有辦法蓋房子嗎 對 但這就是我們預告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很誇張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希望大家真的有辦法去到這些現場 然後也可以參加我們的營隊 十月十號到十月十號 然後一起去做一些想像 然後大家能夠 無論是跟我們或者是大家能夠聚在一起 討論很多事情 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 而且討論之後要怎麼樣的行動 而不要只是僅限於書面跟文字上的理解 因為我覺得我們永遠 就是如果你要當一個學者 那就要努力 但是如果像我們覺得自己當不了學者的人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努力的 去讓彼此產生一些連結 謝謝大家 最後我也是三十秒很快 其實對我來講那個不義與不義 其實我是研究那個程式正義的 理論 所以其實我沒有特別把很多的一些理論 或是什麼概念去做一些延伸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先認識 然後我們的分享 然後勝過你可能接下來大家還有興趣 我們可以再談更深的結構跟他的一個過程 那這樣的過程中 那你們可能就會了解到這些弱勢是如何被 可能被壓迫這樣的狀況 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跟大家來分享 那最後就是我們有營隊的那個籌畫人 他想跟大家講個一句而已 哈哈 好所以 對 那我們就最後請那個雲霄好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就結束 謝謝大家 我叫姜茵茸 我叫雲霄 對 對 然後就是其實剛剛大家 我們在提營隊嘛 就是10月10號到12號 對 它其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連經費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然後包括來的學員要住哪裡也不知道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這方面的訊息呢 就是可以幫我們連接洽到的啊 或是說願意 可能我們之後會上完募款之類的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給我們一些協助這樣子 對 然後 對然後其實今天很謝謝大家來 然後就是 其實蟲花隊的東西 一開始我也覺得它很難 然後後來現在就是跑很久 就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你跑你就會覺得有點無力這樣 因為居民它就是 真的很多蟲花區的居民就是 因為他們是 以前的那種 舊農村聚落的人 所以他們其實對什麼政策啦 法律啊 就是很 就是它也是很陌生 然後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之前在那個 翻博莊那邊 土地公廟 然後遇到一個來拜拜的小姐 然後我就 因為我就是要訪談嘛 我就是管她是誰 反正就去問她這樣 然後就是跟她訪談 然後 然後她以前他們家是住在那個七七那邊 然後那邊以前有一個地方 舊地名叫做 你可以上地圖上看得到 它叫勾仔錢 然後 然後他們 他就講到說 他們家以前小時候在那裡 然後他們就是在那邊種田嘛 然後那邊以前很多泳泉 對然後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你們那個時候被蟲花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要去跟政府 陳情啊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他們她就講了一句話 她說 她媽媽 因為她那時候她還很小 所以這件事情在處理的是她的父母 然後她就講到說 那個時候是因為父母 他們經歷過 白色恐怖那段時間 所以他們不會 他們遇到蟲花的時候 他們不會想到 要陳情或幹嘛 因為這個對她的言 她會聯想到 那個很恐怖的那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台中 會蟲花這麼多 但是 很多居民你會看到說 其實好像聽起來好像有 有一些辦法啊 例如說 你像很多蟲花區居民 就是她設金地位比較高的人 她可能會 她比較有錢 或是什麼 她會有一些請議員啊去講啊 然後她的房子可能就保留下來 然後或者說 她可以去請律師啊 去跟政府告啊 然後就是 或是跟蟲花上告啊 我就取得比較好一點的 的那個利益這樣子 但是很多人她是 她是比較就是真的是 比較淳樸的那種老一輩 就是她們對這些東西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麼多蟲花區 為什麼 大家很多居民 大家都知道說 塞人頭啊 他們其實也有很多東西 他們是可以提出來 去跟政府要求的 但他們為什麼沒有做 甚至是我覺得那個心裡面 就是有一層那種 就是她不敢跨越出去的那個東西 所以並不是我們台中市的人 比較笨或是什麼 而是 大家心裡面其實就是比較 可能因為那群人就是農村嘛 比較純樸 然後可能心裡面有那層陰影這樣 所以其實也許就是必須要靠我們這一輩 就是 多去把這些東西 然後再重新提出來 然後大家就去思考 就是說為什麼台中市會變成這樣 那以後我們要怎麼樣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在有個東西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個 就是單元市 單元市就是現在 在那個 從向上路騎過去 然後你在環中路前面 還沒到環中路 你就會看到 欸 旁邊還有很多田 然後你有時候你可以過去那邊 裡面走一走 其實很漂亮 對 因為我去那邊有訪大一些農民 然後 有一些人也是 就是他家以前在七騎啊 然後地很小 然後蟲化掉就沒了 然後他現在要去那邊租地 然後那邊現在又要被蟲化這樣 好 好 那 謝謝各位 就是 我們也非常感謝今天的主持人 雨潭人 然後幫我們帶來這麼 從台中來看 所謂的土地正義這件事情 那 講到剛剛所謂的小警總 那 就是剛剛舒遼老師講的 明天在靜里大學的 那是什麼樓 國際會議廳 早上 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半 有一個言論自由的研討會 那大家來研討之後 大概可能可以比較快一點的走出那個 心中的小警總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今天談到許多非常關於城市的發展 對於城市應該要怎麼發展 那我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的之後就要來談 另外一種發展 大家有聽過那個大安媽祖嗎 大安媽祖園區在海邊 然後市政府要蓋一個很大的媽祖像要在那邊 對 亞洲最大 亞洲最大的那個媽祖像在海邊這樣子 那他前幾天已經決標了 就是已經決定要蓋了 花了六億 可是要蓋什麼你知道嗎 蓋媽祖底下那個基座 媽祖沒有要蓋喔 媽祖還沒有要蓋 光是那個基座要先花個六億 我們下禮拜就要來談所謂的大安媽祖園區的案子 那也歡迎下個禮拜 大家一起再來討論一下 關於所謂的發展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你真的想要台中要怎麼發展 不管是剛剛也提到台灣塔 或者是這麼高的媽祖像 我們到底應該需不需要這些東西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也歡迎下個禮拜再次各位 再次看到各位 好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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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